讲个比较好笑的笑话 中国的房地产以一己之力 调打全球所有发达国家的房地产 遥遥领先 中国现在的房地产市值 大概是450万亿到600万亿之金 也就比美国加欧洲加日本的房地产市值 还高这么一点点 那这些外国佬的平均收入 也就中国的5到10倍 虽然这样 中国房地产还是没有泡沫 就是在这么好玩的数据面前 我们还是有专家坚称 中国的房地产是没有泡沫的 那我就不指名道姓了 省得又来举报下价我 那中国的房地产有没有泡沫 我们不说自己 因为一说自己 就是房产的价格 跟大家产的面子挂钩 大家产是要面子的 所以房产是没有泡沫的 不会下跌的 那我们说说不要脸的日本 那房价过不过分 一般只要看收入与房价之比 一直被我们说的 90年代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严重 让我们来看看 他们那个时候的收入与房价之比是多少 1990年的日本的人均年收入 大概是406万日元 那当时东京90平米住宅 大概是6000万日元 也就是当时的日本人 如果要买一套 日本首都东京90平米的住宅 大概要不吃不喝15年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时候的 日本的房地产叫做 严重泡沫 那我们来看看中国现在 人均年收入大概是3.69万元 那我们一套真实套内面积呢 有90平米的房子 需要多少呢 因为中国的平均房价是要包含公摊面积的 所以日本的90平米 在中国至少需要买100平米的房子 才有可能有套内面积90平米 那这已经是非常良心的开发商了 那北京每平米的房价按4万每平米 这也是少算不少了 那如果中国人想要买一套真实套内面积 有90平米的总房价是400万 也就是普通中国人只需要不吃不喝109年 那中国人房产没有泡沫 哪怕买一套你们省会城市 真实套内面积有90平米的总房价 应该也要100万左右吧 也就普通中国人不吃不喝27年 中国房产没有泡沫 那好了不开玩笑了 中国的房地产其实是明显泡沫的 但是房价下跌下那这些低调的钱去哪里呢 其实呢房产泡沫为什么叫做泡沫 因为这些所谓的家庭资产的这些房子的价格 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 举个例子啊 你家小区有一千套一模一样的100平米的房子 你们新方买的时候呢 都是5000元每平米购买的 那这个楼盘相当于有1000户的家庭 花了5个亿的资金买下了整个楼盘 那过了两年啊 你们小区有一套房子以1万一平卖出去了 那这个时候你家的资产是不是就从 50万变成100万的呢 瞬间增值50万变成百万富 但是我为什么说你的房子的价格从来没有存在过呢 因为只要你没有卖出这套房子 其实和股市上的股票一样 都是一张废纸 那现在房价回跌到7000块钱每平米 相当于只是挤掉了一部分的泡沫而已 所以你房子的民意财富的变动是非常大的 而且还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你只要持有房子没有变现 没有钱的流动就不会出现真实的财富增值 房子呢还是那个房子 中国的房地产的市值啊 450万以上 其实也只有1%的房子在交易 只要这1%的房子的价格一直上涨 中国的楼市的房子那就嘎嘎涨 那跟股市啊是非常相像的 房东呢只是具有把房产泡沫固定为真金白银的机会而已 而天注定绝大多数的房东赚的只能是空欢喜一场 中国的房地产是450万亿以上 但中国的居民的存款只有132.21万亿 是不是想着居民给他杠杆四倍 也就把中国房地产能吃下了 但事实是中国居民还负债58.9万亿 实际能动用的存款也就73.31万亿 再加上贫富差距下0.33%的顶富家庭 掌握了大概70%的财富 也就是说只有大概22万亿的居民存款 可以被动用用来买房 也就能买中国现在5%的房子而已 那现在全中国的房子都已经变成了 炒房客小圈子的内循环阶段 进入了几股传话的最后阶段 以当年深圳的深房里操作举例 先是把一群会员的钱一口气拿下几个小区的房子 然后坐地起下 会员左手倒右手对敲拉高 并且会显得成交来非常之大 一般人看到这样的小区交易 肯定以为是个红盘咯 但其实前面的会员赚的都是后面的会员来签 跟几股传话一样 一旦没有人继续接盘就炸了 深房里在这个过程中就赚取了贷款费和服务费 相比于其他的庞氏骗局 深房里是拿不走最后资金盘沉定的钱而已 那这些被炒饭炒起来的楼盘 还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叫做杀猪盘 那就是等刚需改善需求的本地人来接盘 或者是其他不信邪的炒房者 其实中国还有个屁刚需 一线城市动辄千万的房子 那有能力购买的人 那还算是刚需吗 中国房价的上涨 其实不需要理论和理 只有房价又又又又涨了 现在房价上涨只能用上涨来证明上涨 就跟中国的股市一样 你可以不用看基本面的 只用管上不上涨 现在还相信房价上涨 那就跟1949年上半年还去加入国民党 那这不就是去找死吗 其实对于房子没有银行贷款需要还 也没有把房子当作抵押品 去借钱的人来说 房子跌了也就跌了 对于16年以前买房子的人 本来涨起来的财富就是虚无的财富 那对于17到22年高位上车贷款买房子 那我只能说你把自己的未来跌没了 因为其实在房子下跌的过程中 由于大部分的家庭财富 都压住在了房产身上 中国的房价倒了 那这些人的信仰可能也就丢了 信仰丢了 活着的也只是行事走肉 再加上经济下行下的失业风险 可能都看不到未来 但我还是希望告诉大家一个词 叫做沉默成本 忘记已经做的决定 你能做的就是在未来变成更好的自己 你改变不了经济下行的大环境 你也改变不了已经贷款买房的事实 但你能做到在经济下行下变成更好的自己 哪怕在最糟糕的世界 也有活着最幸福的人